那件事出现 他觉得他很神 但是他过去也有很多预测 到底是撞伤了 还是因为他真的有灵感 这是很难说的 所以对于每个人的评价都要 像一般基金经理的话 评一个风行员的话 他是你说什么话 他都给你记下来的 然后他不断地积累 他对你某个人的话 接着引起一个信任 所以你说话 有时候说错也没问题 因为他知道你 不可能完全说对的 他知道你的Hit Ratio 就是你成功的比概率多大 根据坊间的一些传言 谢国中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 针对亚洲某国 做出了一些有失恭敬的点评 据报道 这封内部邮件题为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会议的观察 谢国中在邮件中表示 虽然该国被普遍化认为 是国际化的典范 但实际上该国的成功 是由于成为了贪污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 以及企业的洗钱中心 一旦印度尼西亚没钱了 该国的繁荣也将消失云云 本来这封电子邮件 只是用来内部传业 但不知何故被泄露给外人 并在亚太区 各大基金及银行业广为流传 由于谢国中所抨击的国家 正是摩根斯坦利 亚洲投行业务的主要市场之一 因此这份电子邮件 令摩根斯坦利相当的尴尬 摩根斯坦利急于 同这封电子邮件划进界限 其发现人称 这是一封基于 个人见解的内部邮件 而发出的目的 也只是指在 引发收件者之间的 小规模的辩论 而且摩根斯坦利特别强调 大摩一直是谢国中 所批评的那个国家的 忠实的支持者 而且对该国取得的成就 感到尊敬 就这样 被大摩称为明星的谢国中 意外出局了 我们是从感性的方式 切入到一个理性的话题 重点是在理性 但是如果是说 大家反而是把目光 投在了感性的事情上 如果我们提到这个邮件的话 今天来看 你会不会对此有所后悔 我觉得这是 每个职业都有风险的 我觉得是 对待任何事情的话 都要有理性的 主要是要理性的来看这件事 所以什么工作都有风险 这也是 英语句话 It happens 是不可避免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 就是任何事情的话 都有可能的 但是不能说是 就是因为这件事 大家都不要去冒险了 这个是 做什么事情的话 要有生活 一定有风险的 所以这些风险 怎么来控制这个风险 这是最重要 那离开Morgan Stanley之后 你觉得你的 个人的生活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现在发现 我现在在下忙 忙得还不得了 就是很多人会请去开会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修整 是挺好的一件事 原来好像是在跑步机上面 也是在跑 所以修整一下是挺好的 未来几年的表现 最好的预测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一个今天的价值 这价值就是市盈率和那个 就是价格和供本金的比例 叫PB跟PE这两个 你如果觉得一个资产价格 非理性的时候 一般的人 我觉得大伙又不要去 那你下一步还会回到这个行业中来 还是说是会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 职业追求 大部分人还劝我去 去那个在基金管理这里面 就有需要去两方面的 而且有很多海外的基金经理 来托我打听您这边 是不是愿意去参加到一些基金里面去 所以有很多基金经理就希望我做独立研究 另外就有很多人觉得 你应该去管理 做基金 因为做基金好 就是那个两边都有利弊 就是那个做基金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资产价格很高 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事 再聪明的人的话 你选股票再能干 你如果是股市价格很高 高位的话 你是顶峰而上的 对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表现 未来几年的表现 最好的预测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一个今天的价值 这价值就是市盈率和那个 就是价格和股本金的比率 叫PB跟PE这两个 PB PE这两个 是对未来表现是最好的预测 最好的预测 所以这些那个 你再聪明都躲不够这个价格 所以你今天跳入市场 市场资金很多还会在涨 是吧 你还能说不定能享受一段时间 但你过了几年之后 你知道这个表现的话会有问题 最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话 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因素 在短期占大多数的 从三个月来看的话 从三个月来看 基本面就是说 对公司的一个盈利的情况 和公司管理的水平等等 之类的变化 对股票的变动的话 是在美国是30%变动 是因为这个引起70% 是因为大家情绪上的波动 在情绪上的波动 公司又跟利率政策跟宏观的看法都有关 对长期来说这些的话 对公司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是没关系的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有时候会出现大的泡沫 就是历史上出现大的泡沫的时候 人的非理性这一面的话 会占帐风占很多年 而且这个价格的话会持续高位的增长 像那个当时日本出现 房地产出现一个 就是日本皇宫那个一块地的价值的话 是整个加州的所有房地产加起来的价值 但很多人还信 还有很多人写书 为什么是这个是 论证为什么这么开心 是有道理的 法政理科学院有个教授 原来一个教授叫Charles Kinneberg 他那个一辈子的话 他就对这个泡沫特感情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专门写几百年的泡沫的历史 历史 写的挺有意思 就是讲那个故事 他有一天在XPC的时候 那XPC的小孩子 跟他说要推荐了几个股票 他回去坐在办公室里 待了半天才想不对头 XPC的那个 XPC都在股市里面了 还有谁能进股市 他想一下差不多了 他全卖掉 好了过了几天的股市就倒掉了 所以那个 所以他有 他的家的财富给保住了 他能够培养他的儿子做总统 是吧 这是他的奇迹 他因为他觉得他有能力 但大多数人的话 最终还是逃不过这一关的 所以你看到泡沫 你如果觉得一个资产价格 非理性的时候 一般的人 我觉得大多数人不要去碰 就是碰的时候 就是价格好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直放着 中国经济的话 是工业化 有很多价值的话 长期的话会有的 那么我们如果不看这个 让人比较兴奋 同时可能也比较 比较就是说是浮躁的 这个金融的这一块 我们如果再来看历史 是不是能有一种 比较沉浸的心态 就如果是说 我们不从金融的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去看 整个世界史的话 然后从这个角度 如果说您要给我们的观众 推荐一本书或者几本书 然后您会倾向于 推荐哪本书或者哪些书 我觉得就是历史书 挺有意思 我觉得最好的历史书 就是看罗马帝国的写书 罗马帝国的写书 我觉得是最挺好的 Edward Gibbon写的 他因为他把历史的话 第一次写成一个 它里面整个系统 怎么循环的 它都有前因后果的 所以我觉得看这些书 还挺有意思 这些书 就是看罗马帝国的写书 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评订阅 评订阅